这个男人正走在人行道上 殊不知他总感觉身后有人在跟踪他 当他回头看的时候 对方也开始毫不掩饰了 直接拿着匕首就向他追去 一路追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 两人展开了近身搏斗 黑衣人的脑袋被重重地撒到了停车挡板上 后来警方的及时出现 才制止了这个当众行凶事件 行凶者叫韩松 在审讯室里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警方看到情况不对 于是马上把他送去医院救治 在救护车上医生初步判断 韩松很可能是颅内出血 此时小静想起了监控画面里的那一幕 他与谢药池搏斗时被重重地磕到了后脑 在韩松生命垂危时 嘴里一直念着谢药池是害死他哥的凶手 最后韩松还没有送到医院便不治身亡 惊查韩松的哥哥叫韩德生 一年前在某天桥自杀身亡 但是按韩松临死前的说法 他是去找谢药池替哥哥报仇 鉴于又出现了新的疑点 最后警方经过综合考虑 决定对韩德生自杀案重新侦查 当警方找到谢药池时 他却直接否认与韩德生相识 同时坚称不认识追杀他的韩松 不过从他回答询问的语气 语调以极微表情 警方看出他肯定是在说谎 至少他是隐瞒了与韩德生相识的事实 警方来到韩德生家里 他的老婆对于王府生前的人际关系 也并不太了解 因此他说自己没有见过照片中的人 韩德生两兄弟自小父母双亡 因此两人的感情十分要好 哥哥不明不白地离世之后 当时警方经过调查后最终于自杀起案 韩松当时说绝对不相信 自己的哥哥会自杀 所以他便一个人开始着手调查 关于哥哥的死因 警方在从韩德生家里带回来的手机里 发现他死亡当天的工作被忘录 从早上九点一直排到了晚上十点 试问一下 如果一个人要自杀 那么他会在最后一天还把工作排得这么满吗 他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让警方看不明白的地方 13 钥匙 这是什么意思呢 像是某种暗语 从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来分析的话 那么13和钥匙就是地点和人物 然而一时间众人也想不明白 13和钥匙分别代表着什么 从卷宗来看韩德生的死亡时间 是当天的晚上十一点半左右 也就是发生在他最后一条行程之后 因此要想知道他临死前经历了什么 那么这个13和钥匙将是一个重要突破口 为了快速了解韩德生自杀案 警方找到了当时办理这个案件的陈警官 当晚十二点左右警方接到报案 警方赶到现场时 韩德生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案发现场刚好有摄像头 由于是天桥下面的监控 因此监控并没有看到天桥上面的情况 通过监控找到了案件的目击证人 死者坠桥之后 齐宇刚好驾车从那里经过 其余的证词最后也证明了韩德生是自杀 因为他坚称看到韩德生跳桥时 并没有第三者在场 警方提到韩德生的工作行程排得很满 不像是要自杀的人 陈警官说对于这些当时他们都有发现 但是一个人的工作行程排得很满 也不见得能证明是他杀 因为很多人的自杀 往往是没有任何的征兆的 再加上有目击证人其余的口供 当时事件报告中死者生前喝了大量的酒 尸体上也没有发现防卫性伤痕 再有就是他的工作当时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他的家属也能证明 拿个时间段的韩德生心情比较低落 查到最后也没有找到能证明他杀的线索 因此最后他们也只能以自杀几案 当拿着谢药池的照片给陈警官看时 他也说当时办理整个案件过程中 也没有见过此人 当问到当时在办理此案时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陈警官经过回忆后 记得当时在天桥上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袖扣 因为那个东西看着就像是私人定制的产品 天桥上平时都是人来人往的 所以很难证明那枚袖扣与本案有关 因此大家都没有把袖扣太放在心上 此时一休想起了谢药池是有记袖扣的习惯 因此他们推测那一枚袖扣 很可能是他不小心落在案发现场的 最后找到那枚袖扣时 发现上面有一个字母X 而且的拼音手字母正好是X 因此警方认为这绝对不仅仅是巧合 为了更加了解韩德生的工作 警方找到了当时他所在的公司 从他同时那里了解到 韩德生当时是他们公司的技术骨干 公司当时研发出了一系列的高科技技术 然而在申请专利的时候 公司却将最大功劳者韩德生 从署名名单里踢了出去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跟总公司的高层闹得很僵 这个同事当时也听到一些传言 总公司的高层之所以剥夺他的署名权 理由是韩德生私下里接洽了一些投资公司 有斯吞研究成果要自立门户的嫌疑 反正韩德生就是因为这一类的事情 跟公司闹得不愉快 至于这个传言的可信度 他则说不敢保证 毕竟他当时也只是听到有人在传而已 而且韩德最后生自杀身亡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敢去过多打听 因为对公司来说那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警方想到如果直接拿那个袖扣给谢药池辨认 以谢药池的精明性格他肯定会直接否认 所以警方想到了问谢药池的夫人 因为资料上显示他的夫人是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 如果袖口真是谢药池的那么他肯定认得 当给照片他看的时候 他先是已经 接着便拾口否认 从他的表情以及紧张的肢体动作 可以看得出他在说谎 最后他在离开的时候 他对着孩子说了一句方言 小汪听出他说的是南京方言 此时他想到了要是如果是南京方言的话 那么他的谐音刚好就是要吃 而韩德生正好是南京人 所以他的被忘录里的钥匙 应该指的就是谢药池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十三代表的就是一个地名了 后来在韩德生的手机里 找到了一张很模糊的照片 很可能是物案所拍下的 最后通过搜索查找 发现那是一个红酒俱乐部 十三就是他们店的名字 从老板廖总那里了解到 韩德生是他店里首批会员之一 从他的汇集记录来看 他最后一次到店里消费的时间显示 正式案发当晚 而且他结账的时间 跟他的死亡时间 仅相差一个小时左右 当晚韩德生点了一整支红酒 他一开始说是要等某个人一起喝酒 不过他所等的人当晚没有露面 警方拿着谢药池的照片给廖总辨认 廖总看着照片直呼这个人叫钥匙 他是韩德生的朋友 韩德生带他来这里喝过几次酒 韩德生一直都是直呼他的外号钥匙 廖总记得当晚韩德生要等的人正是钥匙 当时韩德生的手机正好没有电了 所以要是打电话到店里的座机找韩德生 因此廖总对这个是比较有印象 电话的那头说要临时改地点 韩德生接完电话之后就离开了俱乐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谢药池就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了 如果凶手是他 那谢药池杀害韩德生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随后从韩德生同事那里查到 当时韩德生接下的投资公司 正是谢药池的公司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谢药池的杀人动机 应该跟韩德生失去的那些专利署名有关 警方掌握了这些重要的线索 那么就足够可以对谢药池进行批捕了 然而当警方拿着袖扣询问谢药池时 他果真否认那枚袖扣是他的 当拿着韩德生的照片放到他面前时 他之前说与韩德生不认识 这次他选择直接岔开话题 相反他直接说在案发当晚 他又不在场证据 因为他是当晚另一个凶杀案的目击证人 通过调查那一个凶杀案的卷宗 发现谢药池证词里面的时间 正好是韩德生的死亡时间 也就是说在韩德生死亡的时候 他当时正在20公里之外的某个酒吧门口 另一个案件的死者叫童晓 目前处于未结案状态 根据卷宗来回顾一下案情 案发当晚11点左右 童晓从酒吧出来之后 谢药池正好看到他和男朋友周恒发生争执 然后次日早上有人在一个废弃的工厂 发现了童晓的尸体 当时经过法医的尸检发现 童晓体内剪出了大量的酒精以及麻醉剂成分 尸体上有明显的搏斗痕迹 他的死因是头部遭到重击失血过多而死 也正是因为有谢药池的目击证词 所以童晓当时的男朋友周恒 便成为了该案的最大嫌疑人 而这个周恒在案发的次日 便在家中上吊自杀 幸好周恒的母亲发现得及时 最终周恒的命是保住了 但周恒却成为了职务人 至于什么时候能醒来就没有人知道了 也正是因为最大嫌疑人 目前处于这种状态 所以童晓被杀案一直处于未结状态 据周恒母亲的供述 其实周恒在两年前就已经患有轻度抑郁症 所以他坚称儿子可能本身就有自杀倾向 因此他绝对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是因为杀害了女朋友之后才畏罪自杀 然而当警方去核查酒吧门口时发现 路面上唯一的监控 正好没有办法派到酒吧门口 当时谢药池的目击证词 也没有其他的佐证 因此警方有充足的理由 怀疑谢药池做的是假证 一般酒吧门口都有出租车在排队接单 所以说如果找到出租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话 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可以删除视频 通常都会自动上存到后台云盘 那么从这个方向去调查 应该可以找到谢药池当时不在场的证明 经过警方的努力之下 终于找到了案发当晚 童小在酒吧门口的视频记录 从多部出租车的行车记录仪里 都没有看到谢药池的踪迹 然而这只能证明谢药池做了童小案的假证而已 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杀害韩德胜的凶手 因此警方必须要找到更加有力的证据 警员小静在反复观看童小当晚上车的视频时 发现那辆车跟韩德胜案的目击证人有关联 经和时发现童小那晚所上的车正是齐宇的 而齐宇是韩德胜自杀案的目击证人 从这样来看两个案子之间应该是有着某种关联 当警方来到齐宇家 面对警察的询问 他表现出一副很抗拒的态度 而且他声称不认识童小 当拿着童小上车视频给他看的时候 他的回答就开始显示出各种慌乱 因此警方判断他肯定是心里有鬼 不过目前还缺少关键性证据 所以警方也只好先行离开 随后对齐宇展开了全面调查 发现他与童小 周恒以及谢药师三人都认识 最后在童小的案发现场找到了齐宇的DNA 在证据面前 齐宇对他的罪行共认不讳 齐宇是一家手工陶衣店的老板 之前童小和周恒在他的店里打数加工 就是在那个时候齐宇喜欢上了童小 然而当时童小一直喜欢的是周恒 案发时童小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于是齐宇假意借钱给童小 唯有诈骗他上车 在车上给他喝了提前下了药的饮料 童小迷迷糊糊中被带到了那个废弃工厂 因为追求了童小很久都没有得手 于是他便想要生米煮成熟饭 不料在案发现场童小却被地面的电线绊倒 他的头部刚好被旁边的尖锐贴气扎中 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 从案发现场逃出来之后 齐宇心里十分害怕 所以不敢直接回家 于是便开着车一直在城里兜圈 当他来到一处天桥前面时 刚好被他目睹了韩德生坠桥的经过 他同时也看到了在天桥上面的泄药池 很显然韩德生就是被泄药池从天桥上面推下来的 两个人先后在他的面前死去 让原本就很慌张的齐宇没来得及多想便匆匆驾车离开 案发的第二天谢耀吃便找到了齐宇 他拿着刀威胁齐宇 不要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警方 谢耀吃提前对齐宇进行了调查 所以他知道齐宇跟童小岸有关 最后两人经过一番商量 决定用互作假证来制造互相不在场的证明 周恒脚印的尺寸和齐宇的刚好一样 又恰巧周恒在次日自杀让人误以为是畏罪自杀 所以齐宇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嫌疑人名单 然而老话讲得好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等待谢耀吃和齐宇的僵士法律的制裁 这独居老人 上一秒还在悠然地吃着苹果看着电视 殊不知下一秒却突赶天旋地转 紧接着便驾鹤西曲和佛祖讨论起苹果的行情 警方接到报案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报案人是死者的女儿孙宁 从她的口中得知 她的父亲叫孙茂 女儿孙宁说父亲素来性格古怪 不喜欢和别人住在一起 自从老伴去世后她便一人独居 孙茂有着十分规律的生活习惯 她每天晚上十点左右都会打开窗户通风唤气 然后就会看一回电视 看的必定是有关财经方面的节目 孙宁说自己前几天在外地出差 直到昨天晚上才回来 今天一早便来看望父亲 进门后就发现父亲已经身亡 她是一名资深的职业律师 出于职业素养 因此她说自己没有动过屋里的任何东西 然而经过勘验现场 警员小静发现玻璃台面上少了一样东西 而这个东西似乎刚好被孙宁放进了包里 她拿的是什么东西呢 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小静不禁怀疑起她来 经过法医事件发现 孙茂的死因是情话甲中毒 情话甲是被吓到了苹果里 横检客还在苹果上发现了真空 顺着死者家里装苹果的袋子信息 警方很快便找到了相关超市 超市经理王正道面对着警方的询问 表现得十分抗拒 他坚称超市里售卖的所有水果 都是从他们公司自营的农场直接拉到超市 每一个环节都有着严格的品控流程 因此他们超市售卖的苹果不可能有毒 然而当警方想要调取超市的监控 以及详细了解苹果的品控环节时 王正道却十分的不配合 他说超市每天都卖出那么多苹果 而现在只有一个人中毒 灾者仅凭一个超市包装袋就怀疑超市 这是十分不合理的行为 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书 他们超市坚持不配合警方所谓的调查 其实站在超市的角度 王正道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然这样大张旗鼓的调查 人家的生意还怎么做 因此警察也只好先暂停调查这条线索 与此同时警局里来了一位律师 从刘律师口中得知 孙茂留有价值将近九千万的遗产 而除了女儿孙宁之外 现在出现了一位新的遗产继承人 一位与孙茂没有亲属关系的女人赵爱 就目前的线索来表明 案子涉及到巨额遗产争抢的问题 于是警方找到了赵爱了解情况 从赵爱口中得知 孙茂和赵爱三十年前就已经认识 六年前赵爱经人介绍到 孙茂家里打扫卫生 由于赵爱的丈夫早已经去世 再者两人又是就相识 于是孙茂和赵爱谈起了黄昏脸 尽管他们是恋人的关系 但赵爱却说他和老孙在一起 从来就不是图他的钱 更不会接受继承他的遗产 赵爱说孙宁知道他的存在 但是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 案发的那段时间 因为赵爱的腿不舒服 所以他这几天都没有去过孙茂家里 当刘律师找到他的时候 他又明确表明自己将放弃接受孙茂的遗产 因为他认为那些遗产 应该属于他的女儿孙宁 以及外孙女尤可 当尤可来到警局的时候 他一张口便说杀死外公的凶手 是他的母亲孙宁 他的理由是母亲和外公的关系 一直就不好 而且母亲还阻止他常去看望外公 他知道母亲这段时间特别缺钱 所以在尤可的心里认为外公的死 肯定跟母亲孙宁有关 警方听到这之后 对他们母女之间的感情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外尤可还提到那个超市经历 王正道和自己的母亲有一腿 而且他还提到在他父母离婚前 两人很可能就已经开始了 那种暧昧的关系 小静和一修听到这些之后 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然而这些全都只是有可的猜测 警方办案是讲究证据的 不过他提供的线索 说不定也是一个突破口 最后他还提到母亲在外公家里 拿走的是一张他们三人的合照 从超市的一个生仙部的员工 王苗口中 也证实了孙宁与他们经历 王正道是情人关系 因为他经常看到孙宁走员工通道 来找王正道 而且案发当天的上午 他在超市上班时 还看到过孙宁来挑选苹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孙宁吃的有毒苹果 应该就是孙宁购买的 当警方再次来到超市 要调取监控时 却发现有两个探头的监控 已经丢失 而且王正道 依然还是那样霸气地 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 而就在此时 警方又接到报案 又有人吃了 在该超市购买的水果 出现中毒现象 如果能确定是苹果中毒 那么就说明这个凶手 很可能是在进行无差别作案 不过最后通过对患者的救治之后 发现他并不是因为 那个超市的水果导致的中毒 而是呼吸到吸入本气体导致的中毒事件 那这样说来跟本案无关 超市受到两起案件的影响之后 由于王正道在面对大众舆论的时候 与警方以及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 发生了不正当言论 最后遭到超市的开除 其实原本他不让警方查监控 只是想掩盖孙宁当天来购买苹果的事实 警方拿到监控之后 证明当天孙宁确实购买了苹果 有了人证和物证 于是警方便对孙宁进行传唤 然而此时却怎么样也联系不上他 当警方破门而入的时候 发现孙宁已经中毒躺在了床上 刚刚查到他就发生中毒事件 这难道是巧合给巧合他 骂敲门巧合到家了吗 如果凶手真的是他 他的这个骚操作就没有人看得懂了 不过最后经过医生治疗发现 孙宁只是因为感冒 服药后又在短时间内过两饮酒 而导致出现双流伦反应 由于送一送的比较及时 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也就是因为这次中毒事件 让孙宁和女儿游客两人之间解开了隔阂 其实当时孙宁之所以拿走孙某家中的合影照片 他只是怕女儿无辜牵扯进命案而已 他很爱自己的女儿 而女儿也只是因为年轻不懂事 从小成长在单亲家庭的他向来任性 所以为人处事会比较叛逆而已 他的心里其实也是很在乎自己的母亲的 面对着警方的询问 孙宁说出了案发当天他所知道的一切 其实孙宁和赵爱两人见过面 当时赵爱之所以说与孙宁没见过面 他仅仅是想保护孙宁 因为他认为孙宁一个女人把游客拉扯大 这些年来过得也并不容易 案发当天的下午 孙宁拿着苹果来看望父亲 当时孙宁和赵爱是第一次见面 孙宁找孙茂是来谈借钱的事情 由于孙宁把自己所有的资金都投到了一个项目上 而那个项目又出现了资金断裂 因此他只好硬着头皮向父亲孙茂求助 然而孙茂却明确地拒绝借钱给孙宁 最后两人很快便争吵了起来 此时赵爱变上来劝两人不要争吵 妇女之间没有隔夜球有话好好说 但是她却正好撞在了枪口上 于是孙宁对赵爱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结果孙茂听后便不乐意了 于是变上了孙宁一个大嘴巴子 最后还把孙宁赶出了家门 赵爱看到孙茂当时心情不好 所以她收拾完卫生之后 她也很识趣地离开了孙茂家 他们两人是一前一后离开孙茂家 时间大概是案发当晚的八点钟左右 但是仅凭他们两人的口供 依然不能排除他们的嫌疑 因为他们两人都曾接触过那一袋苹果 当警方来到孙宁家里查找线索时 无意中从孙宁的包里找到了一瓶情话甲 最后经过化验得出 孙宁包中找到的情话甲 与孙茂致命的情话甲含量配比一致 因此可以说明给孙茂投毒的 正是孙宁包中的那一瓶情话甲 但是在瓶子上并没有找到孙宁的指纹 孙宁也一直否认那瓶情话甲是他的 除了从孙宁包中找到情话甲之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线索 能表明情话甲与孙宁有关 在这如果真是孙宁投毒 那么他会蠢到把剩下的情话甲 放到自己的包里吗 作为律师的他显然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因此警方也偏向于 有人要栽赃陷害孙宁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如果真是凶手无差别作案的话 那么超市里的员工 以及当天接触过苹果的顾客 他们也都是有嫌疑的 为了得到更多有关孙宁的情况 警方来到了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结果发现有一个人 曾经鬼鬼祟祟地跟踪过孙宁 这个人正是超市的员工王苗 有了这个重要发现 于是警方来到超市寻找王苗 结果发现他已经很多天没有来上班了 最后在他的家里找到了王苗 看着警方的再次到来 他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事情已经败露 五年前王苗的父亲王全经营一家化工厂 结果却因为工人的操作不当 最终发生了火灾 王全以及妻子也在那场火灾中去世 留下当时未成年的王苗与病重的奶奶 看到被病痛折磨得不像样子的奶奶 他当时去求了很多人给奶奶治病 然而却没有人向他们伸出援手 最后他想过把奶奶毒死一遍 他能早日从病痛中解脱出来 但是他最终还是下不了手 王正道是王苗的二叔 看到王苗家里如此艰难 但王正道当时因为正在闹离婚 所以也没有好好照顾到王苗和奶奶 于是王苗心里十分痛恨王正道 他更加痛恨那些有钱人 慢慢的他便形成了反社会的人格 那天他在超市看到孙宁来买苹果 他知道孙宁是二叔的情人 所以他便把毒下到了苹果里 最后得知死的不是孙宁和王正道 所以他才想到嫁祸给孙宁 他想让那些有钱人也体会到他所受过的痛苦滋味 漂亮的女人是一个国际名模 此时的他正准备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 殊不知次日便漂浮在郊外的河里 当警方赶到现场后 尸体已经被当地群众拖到了河边 接着警方在河里打捞到了死者的包 里面装着一部手机以及钱包 钱包里除了身份证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通过事件得知 死亡时间是昨晚10点到12点之间 死因是气管破裂 从伤口推断凶器是一种尖锐的物品 死者肺部没有检测到归噪 因此推断是死后再抛尸到河中 身上的伤痕绝大多数都没有生活痕迹 那就说明是在河中漂流的时候寡憎所致 死者的手链引起了刑警一休的好奇 按理说这么大的一个明星 不应该带这么廉价的手链才对 这与死者国际名模的身份严重不符 难道这串手链有什么特殊意义 死者叫徐璐 年龄28岁 是郑当红的国际名模 从他助理的口中得知 按照他的行程安排 他此刻应该在巴黎替台上走秀才对 通过调查得知 徐璐一共丢失了5万现金 以及一块他本人代言的限量手表 难道这是一起谋财害命案吗 徐璐是一个非常注重自己私生活的人 平时出行几乎从来不带助理 现在的助理也是公司硬派给他的 但是现在的助理连徐璐住在哪里也不知道 资料上显示徐璐的亲生父母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世 而且他的继父也失踪了 因此才导致他缺乏安全感而变得性格孤僻 通过调查得知徐璐有一个公开的死对头 他也是一个名模 他叫张恩娜 只可惜名气远没有徐璐之名 他和徐璐在工作上一直都是明争暗斗 面对着警察的询问 张恩娜大方承认与徐璐向来不和 并且在公开场合还和徐璐发生过争吵 他也直言希望对方早点死 那嚣张的气焰感觉瞬间就要点燃整个化妆间 他也承认案发当天在机场有遇到过徐璐和他的助理 说完还以工作为由便打发了警察 领取工作前还不忘对两位警察调戏一番 最后通过调查得知 张恩娜与徐璐之间虽然素来有机缘 但案发当天他又不在场证据 所以便排除了他的嫌疑 当徐璐的手机数据恢复出来之后 发现他的手机里安装有一个隐藏的定位软件 通过追溯定位来源找到了定位他手机的人 这个人叫陆英波 职业是一名心理医生 当一休询问他为什么要定位徐璐的手机时 他先是表现出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 接着便说根本听不懂警察说什么 连忙表示自己也不认识徐璐是谁 还反问警察他自己为什么要定位 甚至跟踪一个不认识的人呢 最后他还问徐璐的手机是怎样的 当看完照片之后 他说很可能是自己曾经丢失的那台手机 而当时那台手机他为了防丢失却是安装过定位软件 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 难道一个国际名模会用捡来或者偷来的手机 陆英波随即也说自己有手机购买的记录 至于徐璐的手机是不是自己所丢失的那台 那就只能是警察自己去甄别了 反正一句话陆英波否认与徐璐相识 面对着他的说辞 一休认为事情应该不会那么巧合 相反他怀疑陆英波和徐璐肯定有着不为人质的关系 但是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能证明他跟徐璐有关系 因此只能先行离开 徐璐的继父失踪之后就被送去了福利院 从福利院院长口中得知 徐璐一直很听话懂事 只是性格比较内向 从来不爱与人打交道 接着三人又来到了徐璐继父的姐姐家 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弟弟曾经因为虐待徐璐而坐过半年牢 继父坐牢后徐璐便被送去了福利院 继父所开的工厂也因他去坐牢而倒闭 后来他出狱之后就没有人见过他了 紧接着三人便来到了徐璐继父废弃的工厂 进到厂房里 墙上赫然写着欠债还钱的恐吓标语 这样看来徐璐继父应该是欠了不少债 这个地方因为废弃多年 所以显得非常阴森 地上散落着各种洋娃娃玩具 最后在一个海绵上发现了血字 接着三人便在海绵堆里开始搜寻 最后经过一番查找之后 结果发现了一具完全白骨化的骸骨 警察对现场进行了很仔细的勘察 然而却没有找到可疑的凶器 死因要等进一步尸检才能得知 通过DNA比对死者正是徐璐的继父徐洁清 最后通过尸检得出徐洁清的死因 是后脑遭到顿气重击而死 从尸骨来判断死亡时间十年左右 两个案件相隔十年 那么他们的死会不会有着某种关联呢 从徐璐的经纪人口中得知 徐璐很可能有包养小白脸的可能 当对徐璐的经纪状况进行调查时发现 他每个月都有不低于十万现金的提现记录 难道他真的有包养小白脸 在这现如今是手机支付的年代 他为什么要频繁提取大额现金呢 长相出众的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养小白脸呢 为了解开这里面的种种谜团 刑警一休来到了徐璐家中勘察 按理说徐璐出事都已经这么多天了 洗手之中怎么还有水字 一休瞬间想到刚刚不久应该有人进来过 会不会是那个不知名的小白脸呢 于是便到保安室查看监控记录 最后发现不是小白脸 而是他家进了贼 在小猫贼家里发现了大量徐璐的物品 在审讯室中他交代了自己是徐璐的狂热粉丝 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仅仅是追星而已 他虽然多次潜入徐璐家中 但是从来没有偷过他家的贵重物品 当问他作为徐璐的狂热粉丝 又多次进入过他家中 有没有发现徐璐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又或者有没有见过他网上所传言的小白脸 最后他说有一次在徐璐家中 发现当时他的电脑没有关 看到上面打开的网页全是一些奇怪的东西 都是关于什么毒药比较剧毒 服用之后有什么症状等等相关的东西 最后警察小偷没有作案时间 因此便排除了他杀害徐璐的嫌疑 从他的口供来看 难道徐璐要杀某个人 不会是他与小白脸之间闹矛盾了吧 又或者是小白脸拿什么把柄来要挟他 所以他要除掉对方 结果却被小白脸反杀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所谓的小白脸就藏得太深了 然而到目前为止 警方没有查到任何有关于 这个小白脸的蛛丝马迹 为了更加了解徐璐 刑警一休再次来到了福利院 从院长口中得知 徐璐在美术方面的天分比较高 小时候还经常代表院里参加过多次美术比赛 每次比赛都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当看到获奖名单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此时他们才想起陆英波那个牵强的理由 院长还说到那一次的比赛 因为他是评委之一 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当年一等奖的奖品是一只钢笔 而杀死徐璐的凶器正好是类似钢笔一类的物品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 于是警方便迅速对陆英波进行抓捕 当一休拿着那只钢笔放到陆英波的眼前时 陆英波很坦然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那一年他因参加美术比赛和徐璐结识 几轮复世下来两人便成为了好朋友 后来他得知徐璐经常受到继父的虐待 只要徐洁青稍有不顺心的事 便会对徐璐进行各种殴打 年少的陆英波看到好朋友受欺负 于是便想到要替他出头 最后在工厂里失手将徐洁青杀死 后来把尸体掩埋在了一个角落里 并把凶器埋进了大树底下 处理完这些事之后 陆英波把一串手链送给徐璐 这也是他们两人作为保守秘密的一个信物 自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过任何的联系 由于陆英波的家境比较好 所以后来去了国外读书 当他回国之后 发现原来的徐璐变成了一个国际名模 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广告 然而自己却只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心理医生 于是他心理十分不平衡 最后他千方百计弄到了徐璐的联系方式 然后改变他的行程 最后把他杀害并抛尸盒中 然而面对着陆英波的口供 一休认为漏洞百出 因为案发当晚 估计刚好在他的诊所里接受心理治疗 而从陆英波家里搜到的那只钢笔 从外形来看完好无损 上面也没有提取到任何血液痕迹 以及皮肤组织 而这种等级的钢笔 不管如何清洗都不可能不留痕迹的 这样分析的话 他又为何要认罪呢 所以说这里一定有着不为人质的引擎 对陆英波的银行卡流水进行调查时 发现他跟徐璐一样 每个月都有着大量资金的提现 而他们所提现的资金去向都不明 在种种证据之下 陆英波最终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和徐璐两人彼此都深爱着对方 由于当年两人共同杀害徐洁青的事 所以他们不敢生活在阳光之下 更要命的是五年前 竟然有人拿着当时他们杀害徐洁青的凶器威胁敲诈他们 所以他们两人每月所提的资金 全部给了那个不知名的人 同时他们怕杀害徐洁青的罪行败露 所以一直以来只能隐忍 女友惨死之后 网上出现了各种对女友很不友好的风评 所以陆英波才揽下所有的罪行 他自认为这样才是对心爱之人最好的保护 有了这个重要的线索 警方通过大量的调查 很快便锁定了勒索陆英波和徐璐的那个人 这个人叫王硕 当年徐璐和陆英波杀害徐洁青的全过程 碰巧被他看到 直到五年前他在网上看到徐璐变成了大明星 因此他再次想起那件事情 于是便以碰运气的心态去威胁徐璐要钱 结果还真的拿到了钱 好吃懒做整天无所事事的王硕自此便讹上了徐璐 两年前他知道陆英波回国了 于是又以同样的办法向他进行敲诈 本来这个事情一直都挺顺利的 但是在上次去拿钱的时候 因自己的疏忽大意被徐璐识破了身份 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 所以只好先下手为强 这就是王硕杀人抛尸的全部过程 这天警方接到一起诡异的报案 死者倒摆成一个大字惨死在汽车引擎盖上 凶手还用额毛将死者圈起来 看到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警察不由地好奇起来 凶手如此精心地设计这个抛尸现场 难道有什么深层含义吗 警员一休在草丛里还发现了一枚求婚戒指 通过尸检得出 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 死因是心脏被刺穿而停止跳动 脖子上有一道勒痕 口鼻处检验出大量迷药成分 由此可以判断死者在被害前 应该是先被凶手用迷药弥晕 然后再补上心脏处致命一刀 而就在此时网上关于死者的消息 已经被媒体传得沸沸扬扬 因为死者的凶杀现场 跟一部漫画的多张组图有着惊人的相似 当警方看到这种情况 于是也在想凶手为什么要模仿一部漫画作案呢 凶手与漫画作者之间会有着某种联系吗 带着这些疑问 警员一休和古静来到了漫画作者家里 漫画作者是和自己的姐姐共同居住 坐在轮椅上的正是作者猫小曼 猫小曼是他的笔名 他的原名叫刘小曼 一旁的是他的姐姐刘新曼 警察猫小曼正是死者苏宾公司的签约作者 猫小曼是因为两年前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自那之后便坐上了轮椅 猫小曼说他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守惠制图 而案发当天也正是猫小曼交最后篇章的底稿 苏宾是昨晚11点左右遇害 而猫小曼交稿的时间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 那这样来说凶手是如何提前得知漫画的组图的呢 难道世上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但是关键是几乎一模一样 这让一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昨天晚上除了猫小曼两姐妹之外 家里还有图书公司的老板高原 以及他公司的经理张一天 两人一直在等着拿猫小曼的手稿回去上传 不过到了晚上10点左右 高原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 直到今天早上5点左右才回来 面对着警方的询问 高原说昨晚他朋友叫他去他店里商量事情 而经理张一天则说 高原和苏斌在公司经营上经常意见不合 苏斌对公司里的所有人都非常好 相反高原的人品却极差 因此他也怀疑苏斌的死可能与高原有关 如果这样推理高原和苏斌因为利益发生口角 最后因肢体过激冲动杀了苏斌 然后才借机炒作漫画作品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这样看起来感觉一切都很合理 当来到高原所说的朋友的店里时 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朋友的店 迫于警方的一载追问 高原才无奈说出自己的婚外情 原来昨晚他是和情人优惠去了 从他的情人小力口中得知 他们两人昨晚十点至凌晨四点这段时间一直在一起 而小力在九点多就到了猫小曼家外面等候高原 在接到高原之前他看到一个奇怪的女人 她穿着裙子戴着帽子 先是东张西望了以后便离开了别墅 通过核实酒店的记录以及监控录像 最终发现小力所说的全部属实 因此高原没有作案时间 于是便排除了他的嫌疑 最后在核查苏斌生前通话记录时 他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猫小曼家里的坐机 再加上小力所说他看到的那个女人 那这样来看 目前刘新曼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通过对苏斌的人际关系走访调查发现 他为人非常和善 从不与人结怨 他和高原也仅仅是工作上偶尔有不同意见而已 更加谈不上要人命的仇恨 在案发草丛找到的戒指 最后经过比对发现 上面的血子并不是苏斌的 不过上面却有苏斌的指纹 最后在拿刘新曼的样本与支比对之后发现 上面同时也有他的指纹 不过血字也不是他的 但是血液DNA跟他却有着亲缘关系 因此很可能是猫小曼的 这样看来这三个人有着不为人质的关系 面对着警方提出的疑问 刘新曼说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两年前的情人节苏斌向刘新曼求婚 然而刘新曼也甚至自己的妹妹 也同时深爱着这个男人 于是他便犹豫了 当晚猫小曼拿着月下恋人的最后篇章去找苏斌 其料在路上却发生了车祸 两姐妹从小就是相依为命 所以感情非常深厚 为了自己妹妹的幸福 作为姐姐的她便选择把对苏斌的感情埋藏心底 她希望这样可以成全妹妹与苏斌两人的感情 所以案发当晚打电话给苏斌的是猫小曼 因为之前苏斌就反对过月下恋人的最后篇章 因此她想去找苏斌当面谈一下最后的这个篇章 不过她当晚并没有看到苏斌 最后通过监控核实也发现当晚两人没有见过面 正当案子陷入困局时 网上又爆出了一起模仿猫小曼作品的组图来布置案发现场的案件 死者叫卢梦宇 这起案件发生在一年前 不过至今没有破案 自从苏斌案件被爆出来之后 网上引发了各种八卦贴 因此警方才注意到原来这个凶手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犯案 由了这个发现最后警方便对两个案件并案侦查 从卢梦宇母亲的口中得知 她个人一直认为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 正是卢梦宇生前的男朋友郑飞 然而从卷宗来看 当时郑飞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据 卢梦宇母亲说郑飞家里有钱有事 所以她的不在场证明一定是做假的 最后通过对郑飞与卢梦宇的关系调查时发现 其实在当时案发前他们就已经在闹分手了 由于两人的家庭地位悬殊 所以郑飞家里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同时她还提到两年前的情人节当晚 她和卢梦宇吵架之后 卢梦宇便生气地开走了自己的车 结果第二天才得知她的车友被撞过的痕迹 由于没有事故现场 所以后来自己掏钱修的车 因此她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 最后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 卢梦宇当晚撞的正是猫小曼 而且卢梦宇当时还肇事逃逸了 有了这条重要的线索之后 凶手的作案动机 似乎全部都是在替猫小曼出头 这样来推理的话 这个凶手一定是对猫小曼十分了解 而且很有可能是猫小曼的狂热粉丝 随即警方便找到了猫小曼姐妹俩 从他们口中得知 他们俩向来都是身居简出 除了跟图书公司的人有交集之外 基本上就没有认识其他的什么人了 这样来看 凶手很可能就是图书公司的员工 来到图书公司后 经理张一天说高原今天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面谈 然而他最终一直没有出现 电话也联系不上 当问到他是什么商务内容时 经理说是关于猫小曼作品改编权的转让 得到了这条线索 一休和古静来到了高原家里了解情况 还没聊几句的时候 高原的情人小丽直接闯了进来 原来这段时间高原和妻子正在闹离婚 因此这段时间高原一直住在小丽家 但是现在高原失联了 小丽便以为是高原妻子搞的鬼 于是便来向他要人 最后经过调查监控发现 有人对高原的行踪进行跟踪 这个人是一个瘸子 当警察再次来到高原公司的时候 发现公司里几乎已经是人去楼空 两个老板一死一失踪 不过此时苏冰生前的助理 却引起了古静的注意 他的鞋子看起来是合脚的 但他的左脚却偏偏有摸脚的痕迹 有了这个重要线索 警方于是拿着搜查令 来到了助理宋强家 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发现宋强早已经潜逃 墙上的相框里贴着 大量的猫小曼照片 桌面上放着一幅奇怪的漫画 从鞋柜里发现了 比其他鞋子小一号的鞋子 这应该就是他 伪装成瘸子的道具 当把那幅漫画拿给猫小曼看时 发现这幅漫画是他小时候画的 当时他亲手送给了 隔壁床的小男孩 他的父亲得了很重的病 不久之后便离世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高原很可能就会被参照 那幅漫画来布置死后的现场 最后经过警方的努力 在宋强正准备杀害高原时 逮捕了他 在审讯室里 宋强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 因为卢梦宇撞了猫小曼之后就逃逸 从小就喜欢猫小曼的他 于是便想到要替猫小曼 出一口恶气 在电梯里 他逼着卢梦宇 喝了一整瓶白酒 接着便把他从楼梯扔下 造成一个失足的假象 最后模仿猫小曼的作品 来布置现场 而杀害苏斌的理由则是 他两年前就反对 月下恋人最后一个章节的内容 相反 宋强却十分认同猫小曼的作品 他容不下别人对猫小曼的质疑 于是宋强便安排 他以最后一张的组图来死去 而这个组图 其实在两年前 猫小曼就已经画好 猫小曼的作品大火之后 获利最大的便是高原 因此不能便宜人品极差的高原 再加上平日里 高原对他也是遗止气势 这些就是他要杀高原的动机 这男人现在吃得有多惬意 下一秒吐的就有多惨烈 昨晚吃的都快要吐出来了 只因他看到了人生中 第一句湿蜡化尸体 尸体全身被保鲜膜包裹着 透过保鲜膜可看到黄油状液体 死者双手被反绑在身后 整个尸体全去得非常严重 从头发和脚上的高跟鞋来判断 死者是一位女性 死亡时间和死因等数据 有待深度尸检后才能得知 通过解剖得出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脖子处还能依稀看到掐痕 所以死者是被掐致死 理论上说是蜡化形成的时间 通常要半年左右 但是考虑到有保鲜膜的包裹 再加上死者身上所穿的衣物是夏装 因此最终推算死亡时间是两个月左右 也就是五月份下旬 有了死亡时间就可以从失踪人口库里排查死者身份 在装饰的袋子上 以及绑尸体的电话线上找到的指纹为同一个人 说明凶手以及抛尸者均为同一个人 由于这个人没有暗底 所以在指纹库里并没有匹配到这个嫌疑人的身份 死者的面容腐烂程度严重 所以确认死者身份的方法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从失踪人口库逐一排查 另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头骨进行人脸复原 最后在法医标哥的努力之下 再加上有电脑的辅助 很快就复原出了死者的大致容貌 最后确定死者的身份叫张宇辰 死前最后一个职业是一名空姐 年龄25岁 虽然已经通过DNA确认了身份 然而张母却坚持要认识 曾经的肤白貌美大长腿 现如今却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她不由得失声痛哭 并且一度不相信眼前的就是自己的女儿 一边说着一边还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 然而女儿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最后因伤心过度 张母直接晕了过去 等张母醒来后 从她口中得知 张宇辰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 母亲靠白地摊养大女儿 也许就是因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 所以张宇辰自小就十分懂事 张母最后一次见女儿的时间是在两个月以前 刚好那天是张母的生日 所以两人便一起吃饭庆祝 期间张宇辰拿出一个奢侈品包包 并告诉母亲那是自己的男朋友送的 当听到女儿交了男朋友 母亲非常高兴 并且催促女儿赶紧带男友来见她 最后张宇辰说自己的男朋友不太方便 在母亲的一载追问之下 张宇辰才说对方一时半刻还没有办法结婚 所以张母便猜到对方可能是有老婆的人 在张母的一载逼问之下 得知自己的女儿真的做了小三 所以张母当时十分生气 拿起剪刀便把他男朋友所送的包直接剪掉 接着便摔门而去 令张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那次见面竟然是两母女最后一次见面 通过看照片确认装饰袋 正是那个生日礼物的袋子 随后警方便来到了张宇辰的居住地 客厅里的电话线看上去很新 所以很可能是刚患上不久 那就说明旧线很可能是被凶手拿去捆绑了死者 衣柜里几乎全是品牌的衣物 钱包、手机以及手势丢失 因此不能排除入室谋财害命的可能性 再结合尸检报告来看 死者生前并没有防尾波度类伤痕 再加上门窗也没有撬动过的痕迹 因此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从洗衣机里找到一件没有被清洗的男性衬衫 另一边警员老张来到了张宇辰的工作单位 从张宇辰同时那里了解到 他的性格比较温和 不工作的时候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他的男朋友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郑浩 两人在一次旅途中相识 因为张宇辰有学过四年小提琴 所以当他欧遇郑浩时 小女生遇见偶像的那种激动一语言表 从公开的资料可以查到 郑浩现年42岁 他是一个有家世的人 最后通过DNA比对 发现张宇辰家里的衬衫是郑浩的 而捆尸电话线上 以及装饰袋上的指纹也均来似于郑浩 就目前来看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郑浩 审讯事例 当听到张宇辰的死讯 郑浩表现出既伤心又突然的表情 接着还否认了两人的情侣关系 然而证据是不会骗人的 警方早已经对他们两人的通讯记录 以及社交网站进行了调查 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两人有暧昧关系 面对着警方拿出来的证据 郑浩只好承认两人的真实关系 他承认在案发当天两人有见过面 当时两人还吵了架 他坚称自己并没有杀害张宇辰 相反这两个月以来 郑浩一直在寻找张宇辰 如果不是警方告诉他张宇辰的死讯 他还一直以为张宇辰是在刻意躲着自己 郑浩说自己深爱着张宇辰 他是第一个让郑浩动了离婚念头的人 两人在旅途中认识之后 紧接着又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 所以他们很快便走到了一起 张宇辰小时候一直把小提琴当作自己的梦想 所以小提琴演奏家郑浩出现时 他便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 两人交往期间 郑浩一直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 然而只永远也包不住火 那天他亲眼看到了 郑浩手机里备注的老婆给他打来了电话 张宇辰也绝不是之三当三的人 因此他果断地结束了两人的关系 两人分手之后 郑浩因为一些原因就再也没有登台表演过 张宇辰再次遇到郑浩时 郑浩却因服用过量的安眠要险些丧命 好在发现得及时才捡回一条命 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对不住张宇辰 但是张宇辰在他的脑海里怎么样都无法忘掉 再加上自己在事业上遇到了危机 所以在双重压力之下郑浩宣责了轻声 在病房里郑浩向张宇辰坦白了自己不能离婚的原因 他和妻子罗奇是政治性婚姻 同时他们在婚前就已经谈好以开放式婚姻生活 什么叫开放式婚姻呢 说白一点就是夫妻两人都可以各自找外面的人玩 但在感情上互相之间不设任何约束 然而他们却不能轻易离婚 但是当郑浩遇到张宇辰时 却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张宇辰 从那次自杀事件之后 张宇辰便慢慢开始接受了郑浩 郑浩也答应他会处理好离婚的事情 然而两人重新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那天两人吵架之后张宇辰便不辞而别 警方分析郑浩也并不像是在说假话 再者说如果郑浩是凶手的话 那他会如此粗心大意地留下指纹和DNA吗 电话线上盒装尸体的袋子上都有郑浩的指纹 然而包裹尸体的保鲜膜上却没有 所以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 更像是有人刻意要嫁祸给郑浩的意图 单从作案动机上来分析 杀害张宇辰的嫌疑人 应该包括郑浩的妻子罗奇以及他的情人 这个人叫王静 他与罗奇是情人关系 他们三人的关系彼此都清楚 被戴绿帽的人见得多了 然而在知情的情况下 又甘愿带的旧见得少了 王静还说到罗奇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在时尚界没有人敢轻易得罪他 警方通过对抛尸现场外围的监控 进行了排查 最终找到了凶手抛尸所用的车辆 该车是一辆租车公司的车 而案发之后 这辆车一直都有不同的人租用 最后发现在案发前后租用该车的人 用的是假身份信息 从监控画面也无法识别嫌疑人的身份 由于两个月以来这辆车一直有人在使用 所以想从车上找到有用线索 几乎也是很渺茫 当警方找到罗奇时 他提到郑浩前段时间有跟他提过离婚 不过他并没有同意 同时他也否认与张雨晨认识 连张雨晨的名字也是前几天 郑浩被带走时才听说过 接着警方便问他在案发当天他在哪里 罗奇说当时自己正在外地出差 酒店的开房记录以及监控可以为他证明 当对罗奇提供的不在场线索进行和查时 发现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因此他的作案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 当对郑浩进行全面的调查之后 发现他在一年前就已经患上了见翘眼 这与他一年多没有再次登台的事实不谋而合 他的主治医生也能证明在案发时间段 郑浩的手正处于术后恢复器 因此以他当时的手部力气是完全不可能掐死一个人的 当案情调查到这一步 几乎所有的线索又陷入了中断状态 当秦明看到罗奇来接正号时 他认为以罗奇的性格来看 他们两人很可能就不存在开放式婚姻 因为他认为罗奇是一个掌控预级强的人 为了从罗奇身上找到突破口 秦明和林桃在马场故意接近他 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 秦明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黑衣人偷袭 此人的力量非常大 从他的初权来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恋家子 从他对秦明撂下的警告来判断 他应该是罗奇的情人或者是追求者一类的人 有了这个重要线索的出现 所以警方认为只要盯着罗奇 那么这个黑衣人就一定会再次出现 果不其然两人终于坐不住了 警方一路跟踪 发现两人最后在一个奶茶店会面 确认此人正是袭击秦明的黑衣人之后 警方马上对其实施抓捕 此人叫沈丽 年龄25岁 曾经是罗奇公司的一名员工 没有实质性证据的加持 沈丽只承认自己是在奶茶店偶遇前上司 另一个审讯事例 罗奇也说沈丽曾经是他公司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后来因为沈丽的能力比较出色 所以就跳槽到了其他公司 最后通过对沈丽的DNA样本做比对 证明租泡失车的人正是沈丽 然而在这个证据面前 沈丽声称自己没有杀人 与罗奇也仅仅只是认识而已 看来如果没有更加强有力的证据 他是不会开口了 警方在调查马场的监控时 发现监控有被人删减过的痕迹 而且硬盘都是新缓不久的 罗奇是马场的超级会员 所以他进出马场会非常便利 因此警方怀疑马场的休息室 很可能是张宇晨遇害的第一现场 随后警方便对马场休息室 进行了深度搜索 最终从沙发底下找到了一颗带血的玻璃碎片 经过DNA比对发现 血子正是张宇晨所留下的 沈丽和张宇晨素不相识 因此警方推断 沈丽很可能是受到罗奇的情感控制 才会做出杀害张宇晨 以及武力警告秦明的行为 所以要想让沈丽开口说出他们的犯罪行为 首先就得从他最在乎的人入手 在调取马场休息室的监控时 发现了一段罗奇和郑浩对话的视频 在视频里面罗奇清楚地说道 他其实一直以来最爱的还是郑浩 这也是他不肯离婚的直接原因 看完视频后沈丽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一直都被罗奇骗了 他利用了沈丽对他的感情 他与郑浩根本就不是什么开放式婚姻 自己才是被当猴子耍的那一个 既然罗奇做了初一 那沈丽只好做十五 案发当晚罗奇用郑浩的手机 约张宇晨在马场见面 张宇晨来到马场后见到的是罗奇 而郑浩迟迟没有露面也不可能露面 因为那是罗奇的阴谋 两人在聊天的过程中 张宇晨身后的沈丽趁其不备时 直接掐住了张宇晨的脖子 张宇晨反抗过程中 拿起玻璃杯狠狠地砸向沈丽 身强体壮的沈丽最后残忍地杀害了张宇晨 沈丽为了彻底断了罗奇与郑浩的情感后路 所以他便瞒着罗奇把杀害张宇晨一事嫁祸给郑浩 一个从小在江边长大 水性非常好的小孩 殊不知却溺死在自己最熟悉的那条江 拉开白布的那一刻 法医安然一眼便认出了这个小孩 他正是安然在医院做一工时服务的对象小华 小华是一个脑瘤患者 从初步尸检来看 小华的球检结合膜有明显出血点 指甲橙子青色 口鼻腔可见迅状泡沫 指尖又水草样物 这些都是典型的溺水特征 因此初步判定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而死 不过细心的秦明从小华的手中找到一片竹签碎片 然而溺水的周围并没有竹子一类的物品 因此他怀疑小华的死可能不是简单的意外溺水 接着秦明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小华落水后 凶手用竹竿抵住小华防止他逃出水面 同时竹竿在小华的脖子处留下了痕迹 小华在拼命挣扎时抓住竹竿 于是逐次便留在了他的手掌处 然而警方在周围搜索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竹竿 看来很可能是凶手有意藏了起来 随后警方来到死者家里了解情况 一进门便发现小华家里非常简陋 从而可以看得出小华他们一家三口 过着非常拮据的日子 由于小华是一个脑癌晚期患者 这让原本就已经破烂不堪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通过深度尸检可以排除小华是死于脑瘤的可能性 死亡时间是在凌晨两点钟左右 小华今年八岁 五岁时发现患有脑瘤 三年前做完手术后今年复发 做完第一期化疗后便在家里休养 从社会关系来看 三年一来小华去的最多的便是医院 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分析 也许医院就是本案的突破口 从小华的父母口中得知 他们两人都是老实巴交的本分人 因此也并没有与什么人有仇怨 其名和安然在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会对一个与癌症抗症了三年的小孩下死守呢 带着这些疑问 他们两人找到了小华的主治医生江岸 当听到小华已经去世的消息 江岸表现得非常吃惊 不明所以的他 一开始还以为是家属委托警方来处理医疗纠纷 得知警方只是来了解病人的情况后 江岸说小华患的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脑膜瘤 像这种病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切除 不过手术费用极高效果还不一定好 由于小华的家庭经济情况非常不好 所以一直都是采取保守的治疗方法 当问到小华以及他的父母跟医院里的医生或者病患有没有什么仇怨时 江岸的手机突然响起 一看是个未知电话 所以他便直接挂掉了 接着他便看着桌面上自己与女儿的合照 好像有什么心事一样 随后他便也要忙于工作 唯有拒绝了警方的询问 就安然以前对江医生的了解 他是一个又善又有耐心 而且对病人非常负责的人 然而今天却变得非常古怪 所以他们两人在电梯里感觉到他很不对劲 于是便再次回去找江医生 然而就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江岸已经请假离开了医院 从顶班王医生的口中得知 江医生对小华一直都是非常负责 看到小华遭受着病魔的无情摧残 江医生曾经说过 与其让小孩那么痛苦地活着 还不如直接放弃治疗 让他舒舒服服地走完最后的日子 所以说实际上江岸并不推荐小华父母继续治疗 因为那样的治疗只是苟延残喘 而且对人格以及尊严也是一种折磨 不过作为医生能做的也只是给出建议 最终选择权还是在父母那里 经过对江岸的调查发现 他最近一个星期以来频繁请假 行踪十分诡异 没有人知道他在忙什么 而且自从上次在医院见过一面之后 医院里的人再也没有见过他 目前他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调查他的经济情况时 发现他近期低价变卖了他的车 在这他并不支持小华继续治疗 所以就目前警方所掌握的线索来看 江岸的作案嫌疑是最大的 警方通过对监控的排查 很快便找到了江岸的行踪 另一边横检科对案发现场 扩大搜索之后 发现了三组协影 一组是成人的 另两组是小孩的 所以由此判断案发时 除了小华之外 应该还有另一个小孩 出现在案发现场 而且从协印上的小熊图案 以及在现场找到的发家 所以这个小孩应该是个女孩 最后警方判断 本案还有另一个受害者 警方很仔细地对江里进行过打捞 然而也并没有发现女孩的尸体 所以说那个小女孩很可能还活着 另一边齐鸣和灵头沿着监控的线索 很快便找到了江岸 当三人在巷子里遇上的时候 江岸便疯狂地逃窜 三人在追逐的过程中 结果江岸却发生了交通意外 他被当场撞晕了过去 把他送到医院后 经过救治江岸的命是保住了 不过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 为了更加了解江岸 警方对他家里进行了走访调查 从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程度来分析 他应该是一个很偏执 甚至有强迫症的人 然而餐桌上的摆放却十分地杂乱无章 这说明他很可能近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才会让他很匆忙地出门办事去了 从鞋柜里女童鞋子的尺码 以及将岸女儿头上的发架来推测 警方怀疑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另一个小孩 很可能就是江岸的女儿 经过调查得知 江岸的女儿叫江孟磊 目前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去上学了 在他的任何亲属那里也没有他的行踪 再加上江岸近期一共筹集了五十万现金 因此警方判断江孟磊应该是遭到了绑架 经过对江岸的全面调查得知 他近段时间以来之所以如此反常 这一切都跟他的女儿被绑架有关 一方面他要筹集五十万现金 另一方面还要瞒着身在国外的妻子 他和妻子已经离婚 不过他们两人最近正在为女儿的抚养权问题 在打官司 女儿被绑架之后江岸之所以不敢报警 就是怕被前妻知道之后 自己会因此失去女儿的抚养权 警方在追查勒索江岸的手机号码时 发现那两个号码居然都是江医生已故病人所留下的 警方从江岸的手机里找到了绑匪与他约定交付赎金的地点 然而警方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蹲守时 绑匪一直都没有出现 对方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因此警方无法对其实行定位跟踪 绑架不就是为了钱吗 但是绑匪为什么要突然失踪呢 难道绑匪已经提前知道江医生已经昏迷不醒吗 当案情陷入困境时 秦明想到了一个大家都忽略的人 那就是小华的父亲吴景峰 因为一开始警方就不会怀疑死者的家属 所有人都愿意相信虎毒不食子的古话 当分析到这里 警员老赵突然想起小华的母亲曾经就在医院做过护工 所以他能拿到一股病人的手机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最终通过和一股病人的家属核实 小华的母亲富裕确实给那两个一股病人做过护理 有了这些大胆的推理 于是警方便迅速出警 当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嫌疑人富裕已经忏悔地跪下磕头 警方经过一番搜索之后 发现吴景峰已经挟持着小卫退到了江边 吴景峰痛哭控诉着自己这些年来的悲惨遭遇 说到激动的时候他一不小心就踩了空 在这千军以法之际 秦明果断出手救下吴景峰和小卫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吴景峰对他的罪行共认不讳 吴景峰看到江医生的女儿一个人在医院里玩 于是他便让妻子富裕把小蕾迷晕病带回家里 为什么要绑江医生的女儿呢 主要是因为一来他有钱能付得起输金 二来江医生给小华申请医疗救助时 最终仅仅只能减免两万块 然而这两万块对于小华的医药费来说 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看到江医生父女俩如此幸福 所以他便把自己家的不幸都归咎给了江医生 他认为江医生完全可以帮人帮得更加彻底一点 为了给小华筹集医疗费用 于是他们夫妻俩便策划了这起绑架案 看到这里小编都不禁要感叹 老话说悲蜜养恩斗蜜养愁愁真的没有说错 把小蕾绑回家里之后 就把他放到屋后废弃的船厂里 赋予给小蕾送饭的时候却被小华发现了 由于原本两个小孩在医院里就认识 善良懂事的小华知道自己的父母 之所以绑架小蕾就是为了给他筹集医疗费 不忍心自己的小伙伴被绑架 所以最后小华便把小蕾给放了 他们两人一路在江边逃跑 吴静峰就在身后一直追 最后他们两个一不小心便落入了江里 吴静峰健壮便拿着竹竿去捞他们 经过一番努力第一个捞上来的是小蕾 可当他正要捞自己的儿子时 他的心里十分生气 原本父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小华 然而小华却帮着外人逃跑 当时愤怒占据了他大脑的所有内存 于是他便想着给儿子一个教训 所以他便故意捅了几下小华 不让他从水里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几下彻底地要了小华的命 原本小华就已经疲弱不堪 又岂能经得住如此折腾的 儿子是自己亲手杀死的 所以他一直不敢告诉妻子真相 最后赋予知道自己儿子的死亡真相之后 他恨不得要对自己的丈夫千刀万剐 个美女像往常一样准备洗澡水 内心高兴地等待着老公的归来 殊不知下一秒 他却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个黑影 然而当他回过头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躲避 身上被狠狠地刺了一刀 接着还被扔进浴缸里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往案发现场 推开别墅的大门 发现客厅里躺着一个男人 经过法医确认男人已经气绝身亡 当来到别墅的二楼 发现女人还有微弱的呼吸 紧接着便把她送到医院抢救 从案发现场来看 女人应该是被刺了一刀之后 凶手再把吹风机扔到浴缸里 然后导致女人触电 由于电路有漏电保护装置 所以她才不至于当场没命 从户籍信息上看 这个家里应该还有一个小女孩 于是警方便在屋里开始搜索 然而找遍家里都没有发现死者的女儿 最后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 发现了一个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小女孩 警方来到小区物业那里调取监控 原来凶手提前在门外安置了无线摄像头 当女人进门时 她便拍下了房门密码 凶手尾随女主人进屋后 不久男主人带着女儿回到家中 大约半小时后凶手捂着肚子走了出来 警察彪哥从监控画面来判断 凶手应该也受了伤 警方通过监控一路追踪凶手的行踪 然而这个凶手非常狡猾 最后还是被她摆脱了警方的追踪 男主人叫陈小冬 她的身上有多处明显的搏斗伤 中腹部和胸口处各有一处比较深的刀伤 腹部刀伤刺中皮脏导致内出血 胸口的刀伤刺中肺部静脉 最终导致胸腔内大量积蓄 身中两刀再加上与凶手激烈搏斗 因此最终导致她失血过多而死 在案发现场一共找到三个人的血子 分别为陈小冬 柳云以及凶手所留下的 在案发现场还找到一把带血的水果刀 不过陈小冬的伤口并不是水果刀所致 屋内有财物丢失的痕迹 因此不排除谋财害命的可能性 从死者身上的伤口来推断 凶手的作案凶起应该是三棱刀具 就目前所掌握的线索 警方推演了整个作案过程 凶手刺伤柳云之后 把她推进了浴缸 然后把吹风机扔进了水里 结果导致柳云运了过去 接着凶手便开始搜刮家里的财物 带走了所有的珠宝首饰和现金 但是由于有露店保护 所以柳云没多久便醒了过来 于是她便拨打了110求救 由于失血过多 最终她滑倒在浴缸前 凶手准备逃离现场的时候 遇上了从外面回来的陈小冬 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波动 最终陈小冬惨死当场 至于警方的推断是否正确 大家都希望柳云醒来后能给出答案 从柳云的资料来看 她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遇到富二代出生的陈小冬之后 她的人生可以说是一路高歌 六年前两夫妻从海外回国创业 他们的公司投资了很多知名企业 家庭幸福事业如日中天 然而警方经过深入调查时 发现他们公司其中一个项目 在案发前一个星期出现了系统故障 很多投资者还跑到了他们公司楼下维权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不能排除是经济纠纷引起的凶杀案 经过抢救之后 柳云很快变醒了过来 然而她说案发当晚 凶手穿着雨衣戴着口罩 所以她也不知道凶手长什么样 警方用三维打印机 最终模拟出杀害陈小冬的凶器 这种刀具在市面上并不常见 因此从这个线索追查 也许能快速确认凶手身份 从武金店老板口中得知 这种刀在以前 要么是屠宰场杀猪放血的刀 要么就是一些户外生存体验者在用 由于这种刀属于管制刀具 所以每销售一把都会进行实名登记 由于柳云读完高中便出国读书了 所以调查她的资料时 警方来到了她曾经就读的高中 从班主任口中得知 当时班上有两个人最令她印象深刻 一个是柳云另一个是张亚新 柳云是当时的笑话 所以她走到哪里都特别引人瞩目 最难能可贵的是 她的善良和帮助弱小的品德 张亚新的性格特别内向懦弱 因此时不时就会有人捉弄她 在这个时候柳云就会主动帮助她 因此两人最后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不过当走访到柳云的 另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时 她却说柳云并不是班主任 所看到的那样的人 表面上柳云是一个完美 善良 照顾弱势群体的人 然而她做这些仅仅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夸赞 顺便从那些不如她的人身上找到更多的自豪感 一旦别人超过了她或者抢了她的风头 她便会露出嫉妒和冷血的本性 后来张亚新因为抗癌成为了一名网红 从那之后柳云便偷偷注册了小号区网上黑张亚新 最后张亚新跳楼身亡之后 网上爆出了很多关于张亚新被黑的事件 这个同学才真正看清楚柳云的本性 柳云回国后同学们很多次都想约她出来聚会 可是她一次也没有出来过 所以在她的心里压根就看不起不如她的人 另一边秦明和安然也来到了医院和查张亚新的事情 从王护士口中得知 当年张亚新在住院期间 是她和护士长全程负责对她的照料 张亚新读高二的时候查出患有肾癌 因为化疗原因张亚新从满头乌黑的长头发变成了光头 对于一个花级少女来说 这是莫大的打击 自拿之后她便开始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一度自卑到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 而且她已经出现了抑郁症的前期症状 所以好心的护士长为了帮她振作起来 于是便给她化起了妆 给她眉毛加了色并涂上口红 还戴上了假发 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护士长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给她重拾了信心 后来护士长在征得张亚新以及她的父亲同意之后 给她注册了自媒体账号 于是她便开始每天在自己的账号上 分享积极正能量的抗癌日常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她的账号涨粉便超过五百万 成为了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红 然而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当你活起来之后总会有人想踩你几脚 于是网上就出现了各种黑他的帖子 自那之后张亚新的精神状态 感觉就像从天堂瞬间被拉入了地狱 无论护士长和她的父亲张华如何地开导她 依然无法让张亚新走出心理阴影 好在那个时候网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网友 这个账号网名叫皇甫亚俊 慢慢地在这个人的鼓励之下 张亚新终于走出了被黑的心理阴影 看着张亚新慢慢好起来之后 两位护士和张华都替她高兴了起来 然而皇甫亚俊并不是她的救星 相反却是要她命的毒药 原来她是先故意骗取张亚新的信任 然后看时机成熟之后 突然说一些很恶毒的话 简直就是黑粉中的黑粉 也就是这样张亚新再次受到了强烈的心理打击 那件事之后 张亚新很快便确诊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护士长为此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原本她鼓励张亚新分享积极的日常 只是希望她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他们都小看了网络带来的副作用 最终张亚新不堪精神以及肉体上的双重压力 她选择从病房的窗户一跃而下 一个花季少年还没有来得及绽放便枯萎 这样来看虽然不能说是网络害死了张亚新 但是这个叫皇甫亚俊的人也实在太可恶 最后在亡警的努力之下 调查得知那个叫皇甫亚俊的人 正是张亚新曾经最好的闺蜜柳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伤害柳云以及陈晓冬的凶手 很可能就是张亚新的父亲张华 有了这些重要线索以及推理 警方马上对水果刀上的血字做DNA比对 最终确认杀害陈晓冬的凶手正是张华 警方对张华展开抓捕时发现他已经人去楼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万一他知道柳云还没有死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再次行凶 而且警方也认为柳云当时说没有看到凶手的面容 他的这个说法也很可能是谎言 最终警方把柳云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讲明了之后 柳云才肯说出真话 案发当晚 张华潜入柳云家中之后 他是直接言明他是来为女儿张亚新报仇的 如果不是警方查到柳云与张家妇女的恩怨 也许柳云会把自己所做过的可恶知识永远隐瞒 最后警方从追查凶器购买者这条线索获知 购买三棱刀的人是陈晓冬而不是张华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说明柳云依然没有说出当晚的事情 为了更加了解陈晓冬 警方找到了陈晓冬的合伙人 从张总口中得知 他们两人是在国外认识 后来一起回国并合伙做了很多成功的项目 当秦明拿着三棱刀照片给张总看的时候 张总说那是陈晓冬的最爱 他是一个专业的户外生存体验发烧友 而且案发当天陈晓冬还去参加了户外运动 接着警方便问陈晓冬夫妻之间的感情如何 张总说近段时间以来 陈晓冬正在跟柳云走离婚程序 只是因为有很多事情的牵绊 所以一直还没有谈妥 最后张总还说到柳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然而他的能力却并不怎么样 他投资过很多商业项目 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 因此每一次都是陈晓冬帮他擦屁股 前段时间被人上门维权的项目 也是柳云运营失误一手造成的 陈晓冬实在忍受不了爱折腾的柳云 所以才决定跟他离婚的 基于这些线索的发现 因此警方怀疑柳云对陈晓冬 也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秦明和安然想着去张华的住处 碰碰运气 果不其然张华因为身受重伤 所以上次警察走后 他便悄悄前回了自己的住处 审讯室里张华说自己当晚只赐了陈晓冬一刀 由于自己也身受重伤 因此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撤离 张华说当时他并没有带走陈晓冬的三棱刀 于是警方再次对案发现场进行搜寻 最后在楼梯侧墙的挂画后面 找到了那把凶器 在人证张华一击诸多物证面前 柳云对他所犯的罪行共认不讳 案发当晚 张华准备对柳云实行最后一击的时候 陈晓冬带着女儿刚好从外面回来 激情的陈晓冬看到家里突然跳炸 瞬间便感觉到很不对劲 于是他叫女儿先到外面躲起来 然后自己拿着三棱刀便悄悄来到二楼 在浴室门口两人展开激烈搏斗 两人从二楼一路打到了一楼 一开始两人打得还有来有回 然而陈晓冬的体能更加占优势 张华受伤之后 看情况不对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先逃离死地 而此时他刚好看到正从二楼下来的柳云 然而张华已经身负重伤 所以两人对视之后 张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案发现场 腹部中刀的陈晓冬连忙叫柳云报警 然而这个女人此刻却耍起了心眼 他认为这个时候是跟老公谈条件的最好事迹 于是他便要求老公最后一次帮他度过商业上的危机 然而陈晓冬深知柳云不是做生意的了 所以他拒绝再给他擦屁股 得到明确的拒绝答复之后 恶毒的女人便心生歹念 于是他拔出老公腹部的刀 在狠狠地往老公的胸口刺去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罪毒妇人心了吧 老公死后 那么他就可以占有家里所有的财产 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于是他便开始重新布置案发现场 先把家里的财务伪造成失气的假象 然后忍痛往自己的腹部捅上一刀 想着把这一切都嫁祸给张华 然而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恶毒女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这个口吐鲜血的男人 身受重伤的他想要向路人求救 然而他却发不出声来 他只好拼尽全力向一个红衣女人走去 女人看到这惊恐的一目背下的连连后退 当警方感到时男人早已经弃绝身亡 法医勤明通过观察死者的手 发现并没有搏斗的痕迹 胸口上有一道很深的刀伤 应该是致命伤而且是一刀毙命 颈部没有勒痕 口鼻处也没有背舞的痕迹 眼前处有明显出血点 因此可以判断是致吸性死亡 凶手一刀刺中死者的肺部血管 致使血液被倒灌进肺里 最后淹没了肺泡从而导致止吸 从这个作案手法来看 凶手这一刀扎得又准又狠 再加上没有其他搏斗痕迹 所以说明这个凶手是个老手 秦明勘验完案发现场之后 对凶手的整个作案过承作了还原推演 死者下车之后 他正要往家里走去 怎料此是凶手从身后朝他走过来 趁死者不注意的时候 文准痕地刺了他致命一刀 由于刺中的是肺部 所以他没有立即死亡 他在求救的过程中至吸而死 当去小区物业调取监控的时候 发现案发时的监控受到了人为干扰 所以凶手的整个行凶过程都没有被拍下来 死者叫侯耀祖 职业是某知名广告公司的高管 秦明经过深度尸检之后 推断凶器是一把比较特殊的匕首 而且与军用匕首是分相像 再结合作案的手法 秦明怀疑这个凶手很可能是职业杀手 而且有军人背景 推断的理由是普通人杀人一般都是捅心脏 而且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之下 绝不会只捅一刀 现在这个凶手选择捅肺部 是一个很巧妙的做法 如果是捅心脏的话 死者会因疼痛而大声叫喊 捅肺部则令死者发不出任何声音 这样也为凶手逃离现场而赢得更多时间 这样综合分析下来 秦明怀疑这个凶手很可能曾经当过特种兵 通过对侯耀祖的社会关系走访排查之后 发现他与老板居永之间存在一些矛盾 在他们的公司成立初期 老板居永曾经答应过要分给侯耀祖一些股份 然而现在公司做大了 居永也还没有对现当年的承诺 因此侯耀祖背着老板居永 偷偷把公司的一些创意卖给其他公司牟利 种种迹象都表明凶手很熟悉案发现场 而居永恰巧和死者又是住同一个小区 所以总和这些线索来看居永有很大嫌疑 有了这些重要线索和推理 警方找到了居永 不过当听到侯耀祖的死讯 居永表现出一副十分惊讶的表情 当林涛问到有关他和侯耀祖的矛盾时 他表示之前确实亏待了侯耀祖 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 前段时间就已经妥善处理好了 而且居永说他已经将15%的股份转给了侯耀祖 股份转让的信息前几天也已经完成了工商登记 他们两人兵是前嫌之后 公司还特别请所有员工吃了一顿饭 这些都是有人可以证明的 随后林涛问居永在侯耀祖遇害当晚他身在何处 居永说案发当晚他一直在应酬 当晚他和客户喝酒唱歌到凌晨三点多 通过对居永的口供核实过后 发现他所说的基本上都是事实 最后警方发现对死者侯耀祖的社会关系调查下来 发现他就是一个老好人 从来不与人发生过冲突一集结怨 不抽烟不喝酒 除了工作就是待在家里 夫妻之间的感情又很好 而且没有负债也更没有情人 那就奇怪了 到底是什么人要杀这样子的一个人呢 这瞬间让警方找不到案子的突破口 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之下 秦明重新回到了案发现场 突然间秦明发现侯耀祖的车已经不见了 经过调查得知 案发当晚侯耀祖所开的车并不是他本人的 因为他的车发生了寡蹭事故 所以他自己的车正在维修 案发当晚因为居永要陪客户喝酒 所以居永便叫侯耀祖把他的车开回小区 因为他们两人原本也是住同一个小区 获知了这条线索之后 警方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居永和侯耀祖的身高体重几乎相同 而且他们公司规定上班都是统一着装 之前推断这个案件很可能是雇兄杀人 那么杀手与侯耀祖以及居永应该都是不认识的 但是雇主肯定会提供要杀制人的一些信息 诸如身高体重家庭住制以及车辆等等相关信息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杀错人的情况 那天晚上侯耀祖开的是居永的车 再加上身高体重着装都几乎一致 所以杀手完全有可能是误杀了侯耀祖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才导致警方一直查侯耀祖才没有任何进展 因为凶手要杀的人是居永 有了这个大胆的推理 警方于是来到了居永的公司 林涛来到居永的办公室后 发现居永刚刚遭到了暗杀 当看到桌面上的外卖包装盒 林涛迅速想到了刚刚在电梯遇到的那个外卖员 因为那个人全程戴着头盔 然而当林涛带着人追出来的时候 嫌疑人早已经逃之夭夭 从监控来看着各位装成外卖员的嫌疑人 全程都没有摘过头盔 而且最终经过他的七拐八拐 成功摆脱了监控的追踪 从这种情况来看着个凶手 有着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也进一步印证了警方之前 对凶手画像的推测 幸运的是因为警方的及时到来 才使得居永送一比较及时 再有就是凶手行凶的时候 居永躲开了要害 最后经过抢救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随后很检客的工作人员 便来到居永的办公室寻找线索 经过一番查找后 在碎纸机里似乎找到了有用的线索 另一边警方也对居永的老婆进行询问 他说至于老公以前是否有仇家 他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最近居永肯定是有得罪过什么人 因为在侯耀祖被杀之后 居永便跟他的老婆说 让他带着孩子出门旅游一段时间 不过当时问他为什么要躲的时候 居永并没有细说其中的原因 随后对居永的展开调查 发现他从侯耀祖死后 他的工作形成就立马发生了变动 而且还给老婆和孩子购买了 飞往海南的机票 从种种迹象来表明 他肯定是知道凶手要杀的人是他 而不是侯耀祖 很检客这边通过对碎纸进行拼接之后 发现居永收到的是一封恐吓信 经过与居永公司的前台核实 那封恐吓信是上周收到的 信封内外的文字都是打印的 因此要想从信上追查到嫌疑人非常困难 经过对居永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之后 从经济状况上来看 他完全没有与什么人有不良债务的纠纷 然而他十年前举报过一个叫张大强的人 张大强曾经是一个地下赌场的老板 被居永举报后 张大强最终印开设赌场罪被判了八年 半年前他已经刑满释放 当警方找到张大强的藏身之所时 发现他正准备携款外逃 在警方的周密布控制下成功将其抓获 在证据面前张大强坦白了事情的经过 九年前居永在他的赌场欠下五十万的赌债 多次催收都没有要回来 不过很快张大强就被人莫名举报进了监狱 最后他的手下查到自己的牢狱之灾全是败居永所赐 所以他惊人介绍便找到了一个外号叫老八子的杀手 不过当老八子杀错人之后 张大强说肯定已经惊动了居永 所以他便叫老八子出去躲起来 然而老八子却说自己是一个讲信用的人 不能坏了江湖规矩 而且他还是一个特别轴的人 老八子说既然接了业务 那就一定要杀死不然绝不罢休 张大强今天看了新闻才得知老八子又杀人了 而且又没有杀死 找到这种猪队有一半的杀手 心里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无奈之下张大强只能携款外逃 最后经查老八子的真名叫艳而住 他目前可是公安部正在通缉的A级案犯 在国内国外他至少犯下了六桩命案 从这样来分析的话 以老八子一贯的作风 他很可能还会继续追杀居永 因此警方只好对居永加强保护措施 老八子伪装成一生来给居永治疗打针 当秦明看到了他脖子上的纹身时 马上便识破了他的身份 最终在几人合力之下成功将其抓获 直个女人刚打开家门 便被男人用沾有密钥的毛巾舞蹈 紧接着变态班把女人脱光 并放入木桶中 然后还给他画上精致的妆容 直至第二天小区保安发现他家的门开着 并死在了床上于是才报了案 死者叫何家 年龄27岁 经过法医尸检发现 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 死者有受到过性侵犯的痕迹 案发现场没有找到包括死者的任何指纹 说明凶手对案发现场做了很彻底的打扫 看来凶手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所有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因此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性 何家死后凶手还给他缠上了保鲜膜 保鲜膜的缠绕方向是逆势针 说明凶手的惯用手是左手 刚靠近卫生间就闻到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说明这里被特别清洗过 所以卫生间是凶手杀害死者的第一现场 通过走访何家的工作单位 从他的办公室以及他日常在家里的一些照片 发现何家并不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女人 但是他的案发现场却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 甚至家里的书籍都被重新整理过 如果凶手仅仅是为了不留下作案痕迹的话 凶手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那只能说明凶手应该是有强迫症 凶手在折磨被害人过程中 他看到房间杂乱无章 于是便不由自主地整理起来 凶手不仅整理了房间 还把被害人身上的体毛刮掉 指甲剪掉 精通犯罪心理学的刘京 几何目前收集到的所有线索 对凶手进行了测写 从凶手的作案手法来看 他有着良好的医学常识 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 做事谨慎 又调不稳 又轻微强迫症 受过良好教育 有可能戴眼镜 是一个左撇色 为了找到更多有用的线索 警方于是开始大力排查 死者生前的社会关系 从小区的保安以及他的同事反馈 何家目前是单身状态 一人独居 为人和善从不与人结怨 技术科小波通过对何家的通讯记录排查 发现他昨天有联系过一家灭章公司上门服务 经过了解那家公司叫安万家灭章公司 不过他们接到订单之后 都是外包给一些包私活的团队去服务 干这种活的人员一般都是极其不稳定的 所以人员流动非常频繁 因此警员罗海认为 凶手很可能就隐藏在这些人员里面 趁其不被支下才偷袭了何家 随后罗海便假扮某家整公司的高管 以交朋友为由 把那天服务何家小区的所有人员约了出来 当介绍认识的时候 正好发现一个叫小光的人是个左撇子 握手的时候下意识伸出了左手 夹菜的时候用的也是左手 然而正当罗海心里想凶手会不会是他的时候 眼神锐利的小光突然注意到罗海腰间憋着枪 于是他立即谎称肚子疼要上厕所 其实是想趁机溜走 罗海见状马上追了上去 怎料用力过猛一拳便把对方撂倒 接着便把小光送去医院紧急救治 随后徐队也对小光进行了行踪调查 然而当天小光去何家家里灭完蟑螂之后 就直接离开了 后来当天晚上就一直待在了家里 所以他没有作案时间 于是便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 他之所以看到罗海有枪便往外跑 是因为他猜到罗海是警察 而小光有过小偷小莫的行为 于是便心虚地要逃跑 为了表达歉意 罗海便拿着果然来到医院看望小光 从护士口中得知 小光只是轻微脑震荡 休息几天就好了 听到护士这样说 罗海心里也就好受了很多 不然指不定要写三千字以上的检讨 然而就当何家案件陷入困境的时候 警方又接到了一起离奇的失踪案 罗海看到失踪人员的资料之后 失踪的人竟然正是那个护士黄娟 报案人是黄娟的男朋友程楚行 前天晚上程楚行来到黄娟出租屋找他 一进屋发现黄娟的手机以及钥匙都在屋内 然而人却不在屋内 刚开始以为他是在医院加班 于是便去他的医院找他 从同事口中得知 他已经快两天没有来上班了 手机也联系不上 所以才报了失踪案 对屋里勘察过后 发现没有任何财物丢失 不过奇怪的是墙上少了一张照片 经过程楚行的确认 那是一张黄娟的工作照 床头柜上放着一碗泡好的泡面 不过一口都没有动过 而床底下只找到一个拖鞋 接着在消防空道里找到了另一个拖鞋 一旁的林雪发现屋里同样也是找不到任何人的指纹 这不仅让他想到与何家案的作案手法有相同之处 从案发现场这些离奇迹象来看 罗海认为黄娟很可能是被绑架了 而凶手会不会是杀害何家的那个人呢 随后通过排查黄娟的通讯记录发现 他在失踪前同样也叫过安万家上门灭张服务 有了这些发现 所以警方怀疑事情绝不会那么巧合 通过分析警方认为这两起案件可以并案侦查 为了快速破案 警方直接找到了安万家公司的负责人 从他口中得知 因为公司的生意现在非常艰难 所以为了减少各种开支 于是只能把很多业务外包出去 这也就造成了对外勤团队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出现 而且从他的口中得知 他们公司的核心配药人员最近离职了 根据之前对凶手的策写得出凶手是懂医学的 于是许队跟负责人确认是什么时候离得止 负责人说就是在几天前 他还说那个人叫王超 性格比较古怪 三十多岁的人 没有女朋友 也从来没听说过他有相亲之类的事情 众人听完感觉到这个人很符合凶手的特征 于是便提出要去看他的办公室 一进入办公室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非常整洁 他的鼠标摆在左边 所以很确定他是个左撇子 看着这种种迹象 刘京认为这个王超应该很可能就是警方要找的人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王超 于是许队和刘京便来到王超的家中 一进门同样给人的感觉也是干净整洁 墙上赫然挂着他母亲的一项 蜡烛还是软的 说明王超刚离开不久 当来到卧室时 在地板上却发现了一块带穴子的玻璃碎片 而垃圾桶里还扔着一束白菊花 而对于一个有洁癖的人 怎么可以忍受得了这种情况出现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应该是匆忙离开 随后对玻璃碎片的穴子进行化验 果然那些穴子是黄娟的 而且在破碎的玻璃花瓶上 也提取到了黄娟的指纹 如此看来绑架黄娟的正是王超 通过对王超的全面调查发现 王超出生在一个医药室家 父亲是一名医生 母亲是一名护士 而王超的父亲在王超六岁那年 便意外离世 由于是母亲独自一人把他抚养长大 所以他对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 这也许就是他绑架了黄娟 而没有直接杀害的原因 半年前由于母亲的突然离世 让本就性格孤僻的 他一时间无法接受 继而让他觉得生活在这个世上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于是在精神刺激之下 演变成一个杀人狂魔 为了尽快把王超绳之以法 技术科小波对他的车辆 进行了监控排查 从王超的行车线路图来看 他似乎并没有远行地打算 从手机定位来看 他此时正在一处荒山之上 于是警方认为王超 很可能是带着黄娟去祭拜他的父母 分析到这里 于是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另一边 王超的母亲明明已经离世 他却假装打电话给母亲 说是待会就会带着儿媳妇去见他 黄娟看到这一幕 他已经明白王超就是一个疯子 但为了稳住他的情绪 当王超把他母亲的靴子穿到他脚上时 黄娟只好一切都顺从 与此同时警方也来到了公墓 公墓管理处的看门大业 一眼便认出了照片中的女人 当警方赶到王超父母的墓前 竟发现王超已经劫持着黄娟在祭拜父母 当王超与警方僵持的时候 王超说出了他的犯罪经过 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看到王超能成家立业 然而不懂讨女孩欢心的 王超却不受女孩的待见 于是他只好利用公司上门灭章的机会 接近那些独居女孩 如果对方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他便会用极其变态的方式杀害对方 并且打扮成母亲喜欢的模样 直到那天看到黄娟也是一个护士 才改变了他的作案模式 由于自己的母亲生前也是一名护士 所以他便认为黄娟应该是他母亲最佳的儿媳 所以才有了要带他来见母亲的想法 王超中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到哪里 我绿绍会 如果你再发生了